根据前面讲的布林这个符号 那接下来我们讲更复杂的 它的运算的符号跟它相关的应用 第一个是否定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42是不是等于42为真 对不对 那你把它否定掉就变成假 第二个2没有小于2 所以这个2小于2这是假的 但是你把它否定掉就变成真的 至于相关的应用呢 我们等后面讲到的时候再来讲 第二个是或或 这个呢用来什么样的情节呢 我们如果这个你买股票的时候40块 买竟然是40块 那如果未来股价大于50块 你赚了 或的是说你小于30 你怕它一直往下掉 那就寄email通知你 所以这个就或用在这样的情节上面 那什么时候呢 这个条件呢会为真呢 就是只要有一个 这两个只要有一个为真 合起来这个呢就会是为真 那唯一这个条件为假的情况 就是两个都是假的 比如你股票现在如果是42 42呢没有大于50 也没有小于30 那这个事情假 它就不会寄email通知你 好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 把它当成一个叙述 A是什么呢 A你可以把它想成A是一个叙述 比如未来股价 大于50 这50是你定定的 30也是你定定的 所以每个人对这个所谓的 股价飘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容忍度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定义不同的法子出来 你可以定60 可以定55 那叙述B呢是未来股价小于30 好 那用Python的话 就是未来的价格大于50 或者未来价格小于30 好 所以呢如果你未来价格呢 等于42 假 或的假 所以基本上呢就怎么样 这个叙述就是假 你就不会做任何动作 那如果你的这个未来价格呢 是52 这个东西是真这个东西是假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真 好 这个是假 合车来呢是什么 是真 所以真的话 他就会寄一个email来通知你 好 那各位也可以验证一下 如果你未来股价是25的时候 对 这个是什么 假 然后这个呢是真 所以一个假 一个真 还会是伪真 好 那第三种呢 不宁运算呢 是 且 好 比如说呢 如果身份证 好 他用ID 这个字串 来储存它 前面两位呢 是WE 代表是说呢 这个在金门报户口的南瓦 那Python呢 就是说 诶 这个字串的 第零个位置 各位注意一下 Python从零开始 是否判别 等于 这个W 那第二个呢 因为它是字串 所以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 单引 判别第二个位置 是不是等于1 如果这两个为真 为真为真 A为真 B为真 end才是为真 它呢 就是金门报户口南瓦 所以各位想一下 女娃 是要看哪一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女性呢 在台湾是多少 2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是2的话呢 就是金门报户口的女娃 就这个地方 接着 就这个地方 放你们 直接 接着